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节期间 中国有网友发起黄丝带赫年卡明信片信使在行动的活动 为狱中的良心犯带去节日的问候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新宇的采访报道 发起黄丝带赫年卡明信片信使在行动的重庆维权人士王毅表示 就是有一些勇敢的人 他们就是在因为捍卫这个人权 追求一种自由平等的这种家人观而入狱的这些知识 他们站出来而入狱了 那么你呢只需要去奉献一点爱心就可以了 在春节前被当局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四川卫权人士谈作人的妻子王庆华 在获悉网友们发起的明信片活动后告诉本台记者 英国媒体近日刊登文章说 中国的二奶情妇现象 推动了全球奢侈品的销售 高档名牌消费品在中国成为抢手货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平的报道 北京中国妇女报高级主编宋美亚女士对此评论说 从这个客观事实上来看可能大量的消费奢侈品的并不是这些个经济独立的女性 可能还会是大量的男性在消费这些个奢侈品 消费这些奢侈品一方面可能确实是很有钱有财力 豪宅呀什么的都已经都有了来消费奢侈品 还有一个他也是炫富的一种手段 也是对于物质的占用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把它推在女性的头上 推在这个情妇的头上 我觉得这种自己我是不赞成的 对于中国很多官员的包二奶现象 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永梅分析说 因为中国最近还是非常强烈的男性社会 对于男性的官场的消费里面就是说 除了钱的炫耀豪黄的炫耀 然后就是他的对情妇的炫耀 一个男人我情妇多的话 这个拥有的美色女色多的话 那么这个也是跟权力两个连在一起的 所以实际上中国官场的有三个因素 这个权一个钱然后就一个色 第一副就说色实际就是中国这个腐败的一个 特征 报道说 根据汇丰银行经济学家的预测 在近年的全球奢侈品增长中 中国所占的比例有可能超过三分之一 世界奢侈品牌的黄金未来在中国 武汉的强拆户反映 当地官商勾结 拆迁公司的背后是政府官员在撑腰 他们多次向有关部门投诉 却没有任何回应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报道 据当地一位知情者向本台披露 有些拆迁户试图以拒绝搬迁 争取合理补偿 结果可能遭遇杀生之祸 该知情者称 拆迁公司的背后有政府撑腰 否则无法运作 我是开发商 我买这块记者说我给的拆迁费是非常多的 实际上国家正常的标准给的 问题是政府又找了一个拆迁公司 拆迁公司给的 给他的也是非常少 拆迁公司要把人占走 那个拆迁公司的政府的领导在给的 中国媒体有文章指出 作为中国植物犯罪案被告的官员 被判缓刑的超过60% 舆论称这是中国特权主义在司法领域的表现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中国的搜狐新闻日前发表一篇 题为官员的缓刑是该缓缓了的评论文章 文章的作者赵冷暖表示 有统计表明2001年 中国法院对植物犯罪案件判处免于刑事处罚 适用缓刑的比率约为51% 而到2005年 此类缓刑率就递增到了66%多 而矿难等重大安全事故 卸直犯罪的被告人 被判处缓刑的更是高达95% 近日媒体曝光了海南省林高县两名官员 被判缓刑后每月照领工资的消息 相关负责人解释这是人性化处理 评论指出刑法人道主义无可厚非 但人道应该是针对所有人的人道 是法治框架内的人道 在中国这样的非监禁型的适用比率 整体上不会超过40%的国家 职务犯罪的缓刑试用比率 居然高达60%以上 这分明是特权主义 在美国纽约市从事律师工作的 叶宁先生对此表示 中国的司法在公正方面 显然还存在许多问题 在岁末年终时 台湾的陆委会发表了一份 接获肖信等大陆配偶 建来的信件及赫年卡 感谢陆委会主委赖信源 及陆委会同仁的协助 让他们在大陆的儿女 可以来到台湾和家人团聚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胡汉强 发自台北的报道 年终岁末 政府机构通常都会罗列一些 样板人物来彰显自身的业绩 本台记者希望通过采访这名 肖信陆配来检验 政府样板的餐水量 所以很多东西在台湾是不需要 走后门啊拉关系啊 不需要不需要 我连那一信案主委 我连面都没见过他 我也没送他一毛钱的礼物 我也没请他喝过一杯的开水 然后他把我的困难 解决得这么完美 我想我在大陆 要运气这么好 可能很难吧 对我们困难最大 就是那种两岸政治的对立 两岸政治的对立 我们这些大陆配合 就好像是北京当局的替罪高原 我们常常 无形当中 就会受到那种 很大的伤害 就好像在SARS的时候 我跟我先生他们 一家人的亲戚 亲民的时候在局差 然后就突然间会讲说 你们大陆人不要把SARS 带到我们台湾啦 就无形当中很多事情都会 砍滑到我们的身上 我希望说这种对立的群细越来越少 对台湾也好 对领岸也好 我真的希望说这种 不要让我们成为替罪高原 这种受害 反正有形无形你都会受到那种伤害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白帆 再次祝大家在虎年中生龙活虎 生活幸福 家庭和睦身体健康 谢谢收看 我是唐祈威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